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我是Jerry Austin 是科学处的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今年初完成的研究 跟CSDI有关的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做了研究 如何利用CSDI将来提到的资料 我们跟建筑环境有关的方向 我们打算做一些应用 如何利用这些资料 主要在研究中有三个QuickWin Project 我今天想介绍这三个QuickWin Project 首先讲一些背景资料 CSDI和VinnySeal都已经介绍了 就是一个空间数据的平台 他会搜集了很多不同的空间数据的资料 就像是超市市场 我們這個Build Environment Application的研究 就是想怎樣在這個超級市場有這麼多不同的資料 從我們的Build Environment的角度 我們講的是可能跟規劃、跟土地用途、工程式、 Infrastructure 或者跟這個環境方面有關的怎樣可以應用到整個 整個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的資料 我們想建立一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裡面也可以透過政府的部門 業界、學界和工作人士 都可以有一個協同或者協助的空間 這一點講解 我們的研究其實在2018年3月就開始了 今年年初就完成了 主要是分開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我們做了一些桌上評論 評論不同的國家的經驗是怎樣 我們出去問了很多不同的部門 亦都問了有跟業界和學界的人士溝通 比如大學 跟著一些專業的社會 我們都跟他們出去談談 大家去看看如果我們有什麼可以做到 那個結果就是我們透過一些工作室 和一些職業的職業 我們大概搜羅到有30個想法 可以這樣說 就是應用程式的 只有30個想法 可以這樣做 那個是Stage 1 Stage 2 我們就把這30個想法 看看怎樣可以做到一些 我們去再深快一些 如何去做到一些 Prototype 或者Proof of Concept 做不做到 那個想法 或者那個想法 可以嗎 通不通呢 跟著就在那30個Proof of Concept 之餘 我們就選了10個 出來做一些Prototype 一些樣板 看看我們將來 我們其實可以怎樣做 怎樣可以利用到 那個Common Spatial Data 那些資料 就真的做到一些應用程式出來 那30個Proof of Concept 其實主要分開幾個Stream 其實大部分就是 比如有一個Stream 我們就說跟規劃 跟Totty用途有關的 一些ID 另外一個Stream 就是跟Infrastructure Engineering有關的 那第三個Stream 就是跟Landscape Environment Conservation 有關的 那還有第四個 就是通常是一些 Workflow 一些Dashboard 那樣 就是一些這樣的Concept 那我們從這30個 30個Idea 那我們跟著呢 就做了10 我們就選了10個方向 10個Prototype 那看看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一些樣板出來 就是將來如果 我們做一些這樣的應用程式 可以抽到 CSDI裏面的一些Data 那我們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應用程式出來呢 其實我們就做了10個樣板 我們都覺得這10個樣板 都可以的 都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 而在我們的Study裏面 我們選了3個出來 就當作QuickWin Project 就是這樣 我們就希望將 今年年尾 我們就開了 會必潛 做一個 然後就可能下年 就再做其他 那三個QuickWin Project 就簡單講一點 第一個QuickWin Project 就是一個 如何去 調查GIC Facilities 和Open Space Provision 首先就是我們 那個Prototype就是 將這個 在CSDI journal 所有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抽出來 就是做到一些 看到 在2D和3D的環境裏面 都可以看到 那個GIC Facilities 的Provision 另外 我們就可以 through application 我們都可以看到 可以做一個 GIC Table出來 去調查 譬如我們選一區 我們選一區出來 GIC 現在那個 GIC的Provision 可以不可以 夠不夠 有沒有 有沒有 shortfall 還有那個 Open Space 的Provision 是不是能夠遇到 現在的 香港Planet Standard Skyline 那個Standard 第三 我們都可以做一些 Service Area的Analysis 去深入了解 或者我現在再講解一下 譬如這個GIC Facilities 我們第一個可以怎麼做 就是我們可以在那個 application裡面 選一個area 譬如中西區 譬如我們選一個 GIC Facilities 譬如就是 小學 小學提供 夠不夠 這樣 那我們就可以 其實 可以在 當我們用了這個application的時候 我們自己可以在 CSDI那個平台 有的資料 我們就可以extract 那些資料 出來 譬如當我入到這個application 我們就可以extract到 那個現有的population 在這個area 在這個區 一個district 一個district council 或者一張 一張p這樣 那它的existing population 是多少 它的plan population 是多少 然後 跟著 我們就 因為我們都已經可以 已經 在這個csdi裡面 其實我們的input 就是 我們那個hongkong planning standards and guidance 那些 provision requirements 譬如小學 這樣 我們已經有數 就是 population是多少 應該provide多少個 這個小學的學位 班房 這樣 那所以 當我們有這些資料 我們再extract 就是 如果譬如 在這個中西區 有的人口 那它那個existing situation 是那個requirement 是多少呢 這裡就show到了 它的requirement 那麼多 那existing provision 是有400個 那所以就變成一個surplus 那譬如plan population 我們都extract到那個資料 那就知道 theoretically 如果我們的plan population 是有這麼多population 那我們這區 就那個classroom 是需要多少 譬如這裡說 256個 那這個plan provision 其實怎樣呢 就有400個 那所以就有個surplus 就是這些 全部都是在那個 我們sugar application 都可以做得很快 extract到那些資料 就做到出來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一區existing 都有個surplus 那也都 將來plan provision 提到plan population 其實都有個surplus 那我們這個exercise 做完之後 那其實呢 就可以做一個output 就是generate一個 我們叫做GIC table 就是一個table 那我們可以做 譬如這裡就是講的 中學、小學和幼稚園的班房 那個提供 做不足夠呢 那就是我們 譬如在這裏 我們可以做一個output 就是這樣的人口 好,這裏有10萬人的入口 那或者plan population 是20萬的 那我們那個planning standards 我們已經set out 就是extract了出來的 那跟著 基於現在的population 那個provision 是多少 那我們會有個table出來 就顯示到 如果我們選擇不同的GIC facilities 我們就看到 以外這一區 可能哪一個GIC facility 就是不夠的 需要provide多些 我們就可以幫到我們做planning 可以針對一些短缺 我們就是做一些planning 但是除了說 做一個table 做一些數字出來 其實我們都可以把那些資料 就是在MAP basis那裏做出來的 2D和3D的做法 我們這裡做了個2D模擬 那譬如我們選擇一個area 譬如這裡就是灣仔 在灣仔這個地區 這個area 我們剛才做了剛剛的分析之後 我們就把那些資料 放到MAP basis那裏 這樣就顯示到了 那譬如在藍色那裏就看到 這些就是在這個區裏 存在的primary school的location 那當我在這個location裏 我加多一個criteria 譬如它serve的人口 就是可能800米的 那變成我們就可以在這個map interface那裏 可以看到800米 這些藍色的primary school 其實就是serve到多少 population 或者serve到幾大的area 就在這個橙色的area 就看到了 它就serve到這個area 這樣這個area裏 那麼紅色那些呢 就是一些rescential building 那我們就可以算到 現在這個school 這些學校是serve到幾大的area 是在800米以來 那些人可以走到去上學的 那在這個map basis 就可以看到 有些area原來 就是現時的學校serve不到 譬如這些地區 就是serve不到 因為它超過了800米 所以這個也幫到我們 就是在我們規劃的時候 就是將來如果這個地方 我們真的需要 想製造那個school的facility 製造好一點的 就是所有人都serve到的 那我們就應該就是 在這些現在橙色以外的地方 就是找地方了 研究在哪裡可以 是不是需要擺多一間學校 那譬如加多一間學校 那譬如加多一間學校 那就可以serve到這個area 那這個就是主要就是那個 gico facilities open space 那個analysis 就是這個這樣的應用程式 我們覺得這個這樣的 我們做了這個樣板 那就發覺這個是可以 就是很適用的 那麼我們將來呢 都可以真是繼續 就是可以再深化它 也是真是當這個csdi 我們講的是2022年出台的時候 我們都同時 就是希望都做到一個這樣的應用程式 那麼可以幫到 等將來一些幫到 也都是政府部門 那就可以利用這個應用程式 就可以做到一些assencement 那第二個cruping project 我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site search 那其實這個site search這個功能 就是主要幫政府部門的 因為有時候政府部門很多時候 都會需要找一些 譬如他們需要可能有些發展 譬如需要一個一些GIC facilities 譬如需要一間學校 或者需要一間什麼 監獄這樣 那很多時候就會問區學處 找地方給他們 建一個這樣的設施 那 我們這個應用程式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們在web webbase上面 方便政府部門的同事 就可以在web裡面 他已經寄出一個request 給我們區學處 在web版面裡面 他已經可以直接 就已經在web裡面 輸入他的requirements 譬如包括設施的用途是什麼 設施需要的面積是多少 設施需要多大的gfa 或者設施還有什麼requirements 譬如他需要近一點點站 這些所有他的部門的requirements 他就可以在web裡面 已經全部打進去 也可以同時 譬如他要有 policy support 我們通常都要 部門有政策的支持 同時說 同意他是做這種事 他都可以provide policy support 就在web裡面 都給我們 他一次過給我們 我們就可以處理 這個應用程式 簡單講句就是 在web裡面 部門就可以 打入他的requirements 的資料 就打進去 在web裡面 當我們收到這個request 我們他打進去的資料 就自動已經sure了 在我們那個版面裡面 變成我們做分析的時候 就不用再 要再input他的資料 拿回他的request出來 我們就知道他的request是什麼 跟著 他有處的同時 就可以基於這些資料 我們也是加一些criteria 我們自己看完他的資料 我們加一些criteria 譬如他這個設施 是應該在哪個區域比較適合 譬如是否應該在九龍區 還是香港 還是新界那邊 他這個設施 應該是在一個平地上面 建好一點 還是在山坡上面建好一點 還是在山坡上面建好一點 跟著也有些criteria 我們需要考慮 譬如他是不是不可以在一個 hazardless installation旁邊 譬如他是不是需要 遠離一些struggle building 這些criteria 我們就可以同時 在這個web page 入了我們的criteria 自動在這個application 就可以自動在 譬如他定局area 譬如他在九龍找一些 site 我們就在九龍這個區域 自動加了我們的criteria 就可以在那裡找一些site 出來的效果就是 找到一個list 可能是十個site 這十個site 除了在表裡看到 也可以在 MAP interface 顯示到 他們在電腦裡 可以在哪些site 是在那裡的 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一次過 送給那個部門 我們做完分析之後 我們說 我們找到十個site 在九龍的 就有個location 在哪裏 其實整個application 都可以 發出一個site search 的report 就說他的site 多大 需要多少GFA 跟著我們考慮 當時包括了什麼criteria 比如說要跟 地點站等等 有個report 我們找到的site 就是有一些extra pen 讓他知道 譬如十個site 有十張extra pen 同時 就是剛才我們展示的 大個圖片 就是在一個GIS 我們可以連結它 它自己按下去 GIS 剛才我們看的圖片 就是展示 那十個location 是怎樣 變成一次過 在這個application 都可以做到 這個prototype 我們做完之後 就覺得這個 真的 其實是幫到政府部門 做site search 這環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 很efficient的做到的 所以這個 我們如果將來的csd 我們就想著 將來可能有一個 similar的application 我們就需要深化 就是 建立一個這樣的application 出來給政府 做到的 第三個quick wind project 就是一個和 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有關的 其實這個就簡單 這個就是我們就 用了一個 就看怎樣利用到 就是現在政府擁有 對樹木有關的資料 其實主要是樹木辦 他們有一個information system 我們也是搜羅了 就是學家 學一些大學 他們做了很多 研究 對樹木的研究 我們就將這些資料 結合在一起 我們就發覺 我們都可以有一個平台 可以分享這些資料 主要可以做到什麼呢 就是我們可以在一區裡面 我們利用一些remote sensing的 技巧 我們就可以 製造一些圖片 就是show 這一區的regitation cover 是怎樣的 那除了regitation cover 譬如我們都可以 利用大學的一些研究 他們做了一些模特兒 就是說如果在不同的區 在一些remote sensing的地址上面 某些顏色 某個density 其實是可以reflect到 那區的regitation density 是多少 就是說不只是有regitation cover 譬如有一棵樹 原來它除了樹 它下面也有些 shrups 或者下面有些花草 那個density 都可以算出來 這些我們都可以把它搜羅 放在一張圖片上 show到那個區 那個regitation density 是多少 另外 也是利用回 就是說 因為樹木板那裡 其實有 23,000棵的 每一個不同的樹 的資料 的individual的資料 我們都可以extra 這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計到 某一區 有多少棵樹 它的bio mask 是多少 也都可以向 Map 那個interface 那裡show出來 那個bio mask 也都是有bio mask 的資料 我們都可以 estimate到 這一區 那個carbon storage 是多少 這些資料 就是我們 Trucsdi 那些資料 我們就可以extract出來 另外 也都可以show到 比如說 某個區 我們都看到 那個 做一個shadow的analysis 意思就是說 就是在那個區 有這麼多樹 其實 它的樹音 有多少地方呢 這樣 這個就是影響到 那個 walkability 就是 那些 pedestrian走的時候 舒不舒服 這樣 這裡也有個index 可以show出來 可以幫到別人去 去 那個shadow 另外 這個application 我們都研究到 就是 都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什麼呢 我們可以show到那個 region cover 但是 我們也可以calculate 就是說 如果這裡 有個發展 產了 10棵樹 但是 它產完這10棵樹之後 就可能 再種回12棵樹 就是這樣 但是因為那些樹 那個bio mask不同 因為你 舊樹 那個girdle 就大一些 你的新樹 就幼一些 其實可以做一個analysis 就是 計算出來 那個green read index 就是譬如 減了幾多棵樹 加幾多棵樹 其實最終出來 那個green coverage 有多少呢 那個green density 有多少呢 就是剛才那些數 就可以在這個平台 都計算出來 這個也是第三個green project 我們覺得可以考慮 就是再深化一點 就是provide一個application 將來給政府部門用的 我們現在的beep study 就是今年年頭就做完了 我們就看到 我們就有10個prototype 我們就建議有3個green project 可以先做 其實我們第一個green project 就是GRC facilities 那個呢 其實現在都在必須錢 我們希望今年年尾 如果批到錢 我們就可以做 希望在2022年中 就可以 application 就已經是妥善了 等CSDI的data 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一次過 跑出來 給那些人可以用了 其實這個 我們都是覺得 是拋尊引用的 就是我們想了一些 這個概念 譬如做site search 做urban green infrastructure 做GIC 這些是我們想的 這個概念 我們做了一兩個application 出來就是希望 也都是透過這些application 用不到 其他人可以用到 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裡面的資料之餘 希望 也都是開了一個渠道 或者給一個示範性的示範 示範給其他人 就是他們可以想 有別的方法 有別的application 可以怎樣利用這個CSDI 我們希望做到一個協同效應 希望大家多些人去參與 多些人可以有新的idea 怎樣可以利用到 spatial data的資料 做一些新的application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 某場就是我們是一個 希望建立一個 ecosystem 就是給將來政府 業界 學界 還有就算 general public 都可以將來 更加可以充分地利用到 那個common spatial data infrastructure 將來會提供 spatial data 將來會提供 spatial data 我們的願望就是這樣 我今天的介紹也是這樣 多謝大家